下拉页面可以刷新页面 我们可以用一下页面上的 on,pull,down,refresh这个方法 在这个内容页面上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on,pull,down,refresh 下拉刷新内容页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this的getPost 去重新的加载一下 内容页面上的数据 这个方法需要一个ID参数 在上面我们可以定义一个ID 它的值就是thisData里面的 ID这个属性 再把这个ID交给下面的getPost的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可以再执行一下this的getComments 获取到页面的评论的数据 同样需要一个ID的参数 加载完数据以后 我们可以立即的停止下拉刷新 不需要用户每次执行下拉刷新的时候 需要等一段固定的时间 这里我们可以改造一下getPost 还有getComments这两个方法 先给这个getPost去添加一个callback这个参数 不认让它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加载数据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再执行一下这个callback 然后可以把这个response交给这个callback 再找到getComments 也去给它添加一个callback 让它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加载数据完成以后 再去执行一下callback 然后把response交给这个callback 再找到这个unput onrefresh 这里我们可以先执行一下getPost 给它添加一个callback参数 一个函数 在这个箭头函数里面我们可以去再执行一下 下面的这个list getComments 去加载评论内容 再给这个getComments也去添加一个回调参数 在函数里面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wxstoppulldownrefresh 去停止下拉刷新 因为这个时候页面已经完成了加载数据的动作 回到开发者工具向下滚动页面 可以先把内容所有的评论都加载显示出来 然后在下拉页面会执行页面的unput onrefresh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会先用getPost去加载页面的内容 完成以后又会去用getComments去加载内容的评论 加载完成以后会停止执行下拉刷新 因为刷新了一面的数据 所以之前加载进来的这些评论内容 需要重新的再加载进来